这是一部你绝对没有看过的 澳大利亚高质量悬疑犯罪类电影 小镇追凶 在一个322天没有下雨的小镇上 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契儿被射杀死于家中 丈夫则死在了不远处的荒地上 当地居民认定 就是他丈夫情绪失控 杀死了契儿后又选择了吞枪致尽 但真相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网友直呼原来冷门电影 也可以这么紧张又刺激 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接盘他 故事开始于墨尔本联邦探员艾伦 看到了一则令他震惊的消息 他的发小卢克导演了一场惨案 不过就在他重返故乡 参加完卢克一家的葬礼后 却在发现场发现了蹊跷 比如凶手为啥没有杀死哭叫的婴儿 再比如案发现场行凶的弹壳是蓝色的 但据小镇警察所描述 卢克的裂枪上使用的并不是这种子弹 而且这种子弹在小镇也压根就买不到 好家伙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卢克情绪失控 杀害了家人 那就根本不存在不杀死婴儿的理由啊 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婴儿不能作为目击证人 凶手这才手下留了情 看来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但可就在艾伦决定留下来继续调查死 两个男人却粗暴的让他赶紧滚出小镇 甚至在他车上扔了牛的尸体 大街小巷还贴满了他和另一个女孩的照片 内容则是联邦探员艾伦是个杀人犯 咋回事呢 原来20年前艾伦和卢克以及艾力还有格雷琴 四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 但在一次游玩时 艾伦看着卢克和格雷琴的情侣关系很是羡慕 于是也大胆向艾力表达了爱意 但可就在艾伦为了和艾力有进一步的发展时 而地上一封相约在河边的情书后 一切的美好都变了 时间到了艾力却没有来 而是在隔天被人发现溺死在了水里 尽管当晚发脚卢克突然闯进艾伦的房间计划帮他做伪证 就说艾力溺水身亡时 两人正好结伴去打猎 从而有不在场的证明 与此事划清界限 但艾伦还是被小镇上的人当成了杀人凶手 因为他写给艾力的情书被发现了 小镇所有人开始对艾伦以及他父亲谩骂不断 艾力的父亲和堂哥 更是肆无忌惮地骚扰艾伦父子俩的生活 最后父亲为了躲避艾力一家无休止的纠缠 以及镇上所有人异样的目光 决定带着儿子远离小镇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0年 不过艾伦却不负父亲的众望 光中药主成了联邦探员 咱们回到案子本身 此时的艾伦监视去往了卢克妻子工作的学校 询问校长卢克妻子 在案发前是否有啥异常的表现 校长的回答是 她没有过多留意 但却依稀记得案发钱 卢克一家似乎是很缺钱 她妻子曾向她抱怨过几句 不过话要说回来 谁家又不缺钱呢 然而就在这时 小镇警察却跑来说 案发当天 卢克曾和邻居吉米一起外出打过猎 突然打猎这个词语 犹如条件反射般 让艾伦对案件有了新的切入点 那就是当年艾力溺水身亡后 她和卢克就是谎称外出打猎 那这个吉米会不会也在撒谎呢 此外卢克家的农场附近 还有两块地 一块属于艾力的堂哥格兰特 而另一块就是吉米的 难道是吉米为了吞并卢克的地 而起了杀心吗 然而吉米却一口否认了 自己杀了卢克 并声称 他俩的确是去打入侵农场的兔子了 但很快 吉米的谎言就被揭穿了 因为小镇上唯一一处监控 拍下了吉米在案发当天 一直徘徊在小镇诊所附近 所以他根本就没去打猎 然而就在艾伦决定 再次找到吉米时 却发现他正在和艾力的堂哥 格兰特虎偶 就连圈架的校长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据说打架的原因是吉米 在小镇上散播谣言 声称格兰特要买下他和死者卢克的地 看来吉米这小子肯定是隐瞒了啥秘密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冒着挨揍的风险 去混淆视听 然而就在艾伦带着满脸伤的吉米 去诊所处理伤口时 却惊讶地发现 诊所的男医生和吉米举止亲密 看来吉米说谎 混淆视听 恐怕就是为了掩盖两人的恋情关系 所以这货根本就不可能是凶手 然而就在案件继续深入调查时 艾伦却无意间在卢克家发现了一张简报 上面证实自己成为联邦探员时的英雄事迹 而后面竟然还写着格兰特的名字 想必卢克夫妇的真正目的 就是让自己以联邦探员的身份 帮忙调查格兰特 再联想到艾伦散播的谣言 难道是格兰特想吞并卢克家的农场 因为没达成目的而起了杀心吗 然而这一猜想 却很快就破灭了 因为格兰特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还是有很多人为他作证 因此在排除了吉米和格兰特的嫌疑后 案件的线索也随之中断了 但可就在艾伦去看望自己儿时的好友格雷琴死 他正在打猎 不过意外的是 他使用的子弹竟然和案发现场的蓝色子弹壳一模一样 于是艾伦便带着疑问 跟随格雷琴去往家中做客 果然他在相册里看到了一张 卢克抱着婴儿的照片 突然艾伦好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难道格雷琴的儿子是卢克的吗 当年两人没能走到一起 卢克另娶他人 但显然两人并没有断了联系 那也就是说格雷琴和卢克的妻子很可能是情敌 而且卢克妻子被杀后 一只大灵工的格雷琴就立马接替了他在学校的会计工作 难不成卢克一家的灭门惨案是一场情杀吗 凶手是格雷琴 对此格雷琴当然是一口否认 并气愤的将艾伦赶出了家门 就在20年未见的好朋友 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可等失落的艾伦刚回到旅馆 却意外撞见了校长的妻子 神情紧张地从礼物跑了出来 然而就在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被校长打断了 等校长夫妇走后 旅馆老板告诉艾伦说 校长喜欢赌博 天天坐在老虎鸡面前赌个不停 天知道他输过多少钱 赌博 艾伦似乎想通了一切 卢克的灭门案过去和农场毫无关联 而是因为赌博与钱有关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便趁着格雷琴还在熟睡中 偷走了他从学校带回来的 卢克妻子在生前处理的学校账本 果然艾伦的猜测是对的 学校有一笔七万美金的拨款 被做了记号 而校长有赌博的恶习 很可能是因为输了太多钱 于是铤而柔险 挪用了学校的七万美金拨款 而且这件事呢 很快就被学校会计 也就是卢克的妻子发现了 所以他才在账本上做了记号 而之前简报上写着的格兰特的名字 其实并不是人名 而是拨款的意思 为的就是让艾伦 揭露校长的犯罪行为 但校长却不知道 咋发现了 卢克夫妇的计划 所以才杀人灭口 然而就在小镇警察和艾伦 赶往学校的途中 教育协会也证实了拨款的事 也就是说 校长挪用公款的罪行坐实了 但校长却早已不在学校 蓝色子弹壳也在仓库里被发现了 原来就在刚刚 教育协会的人 曾打电话给校长 询问公款用在了哪里 所以校长起了疑心 并从仓库偷偷溜走了 最终艾伦和小镇警察 在不远处追上了逃跑的校长 他手里拿着汽油桶和搭货机 并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而杀人动机也正如艾伦所推断的那样 就是因为他赌博欠下了巨额赌债 所以他才在五年前与妻子 从大城市逃到了这里躲避风头 但债主还是找到了他 并威胁他如果不给钱 就杀了他的妻儿 走投无路之下 他便挪用了学校的公款 而为了不败露风神 又能全神而退 他只能洋装自行车坏了 在半路用卢克的猎枪 打爆了卢克的脑袋 随后又来到卢克家 杀死了卢克的妻子和儿子 只留下了无法作证的小婴儿 为了区区七万美金的巨款 校长竟然杀死了卢克一家三口 并把案发现场伪造成了卢克情绪失控 杀死了妻儿的假象 畜生啊 最后校长将汽油迫在身上 点燃了自己 想借用干枯的树林制坟 并带走整个小镇 先和艾伦反应神术 同小镇警察一起扑灭了火焰 也成功阻止了火焰的蔓延 不过校长却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他被当场烧死了 而艾伦和小镇警察 也因为奋不顾身的扑火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 但他们俩却成了小镇居民们心中 永远的英雄 因为322天没有下过雨的小镇 哪怕是一点点火星 也会将小镇烧成灰烬 影片最后 杨好伤的艾伦再次来到20年前 与艾利相约的地方 因为他这一别也许就是一辈子 但却意外在一处石头缝里 发现了20多年前 艾利留下的背包 由于气候干燥 包里的大部分东西还没有腐烂 艾伦更是在一本艾利的日记本中 发现了艾利的真正死因 原来20年前 那起溺水命案 真凶竟然是他老爸 当年他老爸酗酒如命 每次喝完酒就会对他拳打脚踢 甚至做出了不可描述的行为 为此艾利痛不欲生 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家出走 而离家出走的时间 正是他约艾利在河边见面的那天 看完日记 艾伦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一切的真相也早就了无痕迹了 就指艾伦背上艾利的背包离开了小镇 但影片的最后 导演还是向观众交代了艾利的真正死因 对 正是你说想的那样 艾利离家出走那天 准备如约去见艾伦 可没想到他父亲却莫名其妙地追了上来 不久艾利就溺死在了河里 而凶手呢 正是他禽兽不如的父亲